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直接放入调料就可以搅拌 搅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咱们要朝着一个方向搅拌 做这个丸子 这一步是十分重要的 把馅打上劲 就像做狮子头一样 咱们搅拌的越上劲 它的口感越好 打好的肉能清洁成团 还有弹性 不易散开 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如果说容易散 什么也没打到位 然后直接用手把肉馅团圆 团圆之后咱们就放到糯米里面 给它滚上糯米 搅糯米的时候不需要粘的太厚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如果说粘的太厚 咱们吃的时候口感并不好 所以咱们只需要把表面 给它沾上一层就可以了 用手稍微再团一下 就可以放到蒸笼里直接蒸 糯米丸子生坯部分咱们就做好了 水开以后直接上锅蒸 蒸制的时间一般是25分钟左右 不要太长 蒸好以后糯米吸收了肉汁 咱们吃起来软糯鲜香 里面的肉馅咱们吃起来比较有弹性 在家做的时候只要记住 把肉馅打上劲让它有弹性 糯米不需要粘的太多 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适合咱们过年吃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加关注 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